好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要讲解的是 高二数学B版 习作 1-1 周期性数学模型 1-1 幅度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好 第一大题是观念式飞题 那第一小题 那这里有说可以请你用计算机 好 那第一题的话是拍度 是不是小于拍弧度 好 那我们看第一题 第一题的话拍度 这里你要带把拍带3.14 所以它大概就是3.14度 那拍没有度度量符号 就是代表是拍弧度 那我们知道拍弧度的话 因为一圈是360度 一圈是二拍弧度 所以拍弧度大约是180度 所以它是确实拍度小于拍 是对的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呢 它说三进 进就是弧度 所以三进度大约是第三项线角 好 那我们从之前的性质可以知道说 因为一弧度 会是拍分之180度 所以大约会是57.3度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估 所以三弧度 所以就是三乘57.3度 所以它大约只有171度左右 所以它应该是第二项线 那这应该是错的 好 那第三个的话是定义 它说呢 单位远中 如果圆心角是一弧度的弧仓 那它应该也是一单位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弧度的定义 一弧度的定义 所以它是对的 再来第四题 第四题它说 单位远中 圆心角如果是一弧度的上行面积 也是一平方单位 好 那第四题的话 是我们的公式 因为我们知道 三行面积 它会是二分之一 八平方细它 所以如果你的四单位远的话 那半径会是一 那这边题目又告诉你 它是一弧度 所以算完的话 应该三行面积会是二分之一 在这边的话应该是错的 修正成二分之一 好 那第五题 拍平方是第三向线角 好 来拍平方是弧度的仪式 所以拍平方是拍乘以拍 那你可以把它换成度度量 所以乘以 拍分之180度 那拍约掉之后 这边你要把拍带3.14 然后去按一下计算机 可以算出来 所以它大概会是 565.49度 那所以我们会说 它再退一下 因为565.49度超过360 所以它可以绕一圈 那我们把它多绕的圈数扣掉 就是同界角的观念 所以扣掉一圈360度 所以这样的话 大约是205.49度 那么可以发现 这应该是第三向线角 所以它是对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基础题 基础题第一题是度换弧度 那度换弧度的话 同学可以从度度量跟弧度量转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因为一度 会等于 180分之拍弧度 所以我们通常度换弧度 就是同乘180分之拍 那可以来计算一下 所以第一个 45度 所以它就是乘180分之拍 那通常我们这边会写180度分之拍 因为度跟度 约分就化减掉了 所以第一个的话会是四分之拍 那以此一推第二题 负105度 也是同乘180分之拍 那约分之后可以得到答案 负12分之七拍 好 那第三题是210度 所以 换成弧度量 成180分之拍弧度 所以约分 那我们可以得到 它会是六分之七拍 那第四小题的 345度 也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也是同 180分之拍 换成弧度量 所以经过约分之后 可以得到它是 12分之23拍 好 那相对第一题来说 第二题的话就是 近度 就是弧度 弧度 弧度换度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一弧度 是 拍分之180度 所以跟第一题的做法一样 我们弧度换度的时候 就会同成 拍分之180 所以五分之拍 乘以 拍分之180 那你在计算的时候 通常 简单的弧度换度 就是拍就会约掉 然后去做约分 所以第一个的话 就是36度 好 那你直接推我们 把它计算完 所以第二个是 三分之五拍 是一样成 拍分之180度 所以这个约分之后 是300度 好 那第三题的话是 九分之四拍 所以也是成 拍分之180度 好 那一样约分之后 就是80度 那第一题的话是 负的 36分之五拍 那同样的 同成 拍分之180度 所以约分 所以约分 可以得到答案是 负25度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它问下定哪一些 是第二项线角 那这边一样 尤其是你可以使用计算机 那这里呢 我们要用到观念就是 因为一弧度 它会是 拍分之180度 所以这课本的话 我们有请你记一下 大约它会是57.3度 那你可以去估算 其实这一题应该也都可以 确定它是不是第二项线角 所以A 一弧度 那弧度的单位可以省约哦 所以你可以直接写1 等于 57.3度 所以这应该是 第一项线 那一直A推去计算 所以B 就是 两弧度 那它就是 2乘 57.3度 所以大概会是 114.6度 所以也是第二项线 那三弧度我们在 前面的是非观念体有算过吗 三弧度 对吗 这边 所以三弧度 171.9度 所以也是第二项线 所以它是171.9度 大约 所以也是第二项线 好 那珠的话是拍弧度 拍就是180度 180度不属于 任何项线 所以它是项线角 就不能选 那一选项是 8弧度 所以同样的 乘上 57.3度 所以它大约会是 458.4度 那从同界角扣360 一圈 多到一圈 那我们可以知道它大约会是 98.4度 所以也是第二项线角 好那题目问哪些是第二项线 所以是就是 bc珠 bc1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的运算 第四题的话是 管异角的运算 所以管异角它说第一题 更好二倍的 cos 4分之π 加sin 2分之3π 减sin 的 负 6分之π 会等于多少 好那同学就是对弧度不熟的话 就是先把它换成 度度量 然后再计算 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看第一部会先把它换成 度度量 就直接写 才是更好二倍的 cos 好那请同学就是 呃参阅洗作第二题的换法 同程π分之180 那么可以知道第一个角度是45度 那第二个角度是 270度 2分之3π 270度 好那第三个的话是 -30度 然后再挂一角就可以了 好所以cos45度的话 它的值是 1 cos45度的值是 根号二分之一 那接下来的话是 塞270 塞270的话是向线角 所以270的花质是-1 好那sine -30度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关一角 这是第四上限 所以sine是-的 所以它会等于负的sine 30 所以就会是负二分之一 所以它是减 负二分之一 好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答案是 二分之一 好那同理我们来看第二题 所以第二题的话是 塞平方 三分之二π 加sine -三分之五π 乘以cos -六分之五π 那塞平方 三分之二π 就是你先计算 sine三分之二π 之之后再平方 所以一样我们先把它回到 度度量 好那这是sine 三分之二π 乘以π分之一百八 所以它是120度 然后再平方 那第二个的话也是的哦 它是负的 300度 乘以π分之一百八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负的 口塞负的 150度 好那我们先 你可以先直接计算 或者是先统计讲 那sine一百二 就是第二项线 跟180差60 所以是sine一六十 然后第二项线是正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统计讲 先加360度 所以它是sine一六十 那这边的话也是统计讲 加360度 所以它是cos210度 好那前面已经出来了 前面就是 二分之更好三 的平方 那sine60度 就是二分之更好三 好那cos210 因为它是第三项线 因为它是第三项线 第三项线的口塞是负的 那跟180差30度 所以得到答案是 负的二分之更好三 那把它带入 所以这是负的二分之更好三 所以答案是 0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 它说C1C2都是同心圆 同心圆就是有相同圆形的圆 那如果现在我可以知道 就是 角A1OB1的角度是 三分之二拍120度的话 那这里 线段A1B1的长度是10 所以它想要问 斜线面积 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图形 好这一题的话 我们要算些线面积 那我们可以从图形中是可以知道 它会是大的扇形 扣掉 小的扇形 那因为扇形面积的话是 二分之一 A平方 二分之一 所以如果我可以知道半径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一题 所以现在角度都是三分之二拍 所以我们假设 大圆的半径是R1 小圆的半径是 对 大圆的半径是大R 小圆的半径是小R 那我们想要来看一下大R跟小R的关系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图 那我把图形 那我把图形再抓出来一下 好那我们来分析大R跟小R的关系 好那我们刚才说 如果大圆的半径是大R 小圆的半径是小R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里 如果我们把它做垂直下来 这应该也是小R 那这是大圆的半径 大R 好题目告诉我们说 A1 R1 A1 B1的长度是10 所以这应该会垂直平分 所以这应该是5 所以我从这里可以得到 那R1跟 大R跟小R之间的关系 是应该就会有这个 关系就是 R平方 就会等于 小R平方 加25 好那我们改写一下这个式子 那等一下会使用到备用 所以这是 大R平 减小R平 就会等于25 好那我们来看扇形 斜线的面积 所以斜线面积 那我可以把它看扇形 那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大的 面积 剪掉 小的扇形 小的扇形 所以这是小R 那他们的角度都会是 上面之后拍 好那我们从扇形 公式可以知道 扇形的话是 二分之一 R平方 所以后面是小R平方 那角度一样是 三分之二拍 所以我们把它提出去 所以我们把它提出去 那么都有二分之一 跟角度 三分之二拍 那么可以得到这个关系 这里的话就会是 大R平 减小R平 那我们从上面的关系是 可以知道 大R平减小R平会是25 所以把25带入 所以带入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那我们可以得到 这一体的答案就会是 化检之后 会是三分之二十五拍 好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好那同学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呢 他说这是一个 半斤式二的半圆 那以右图的方式对折 就是把上面折下来 使得折很能 会与直径平行 那如果现在 原心在虎 就是虎 虎西珠 虎西珠上 就是对折之后 然后让这个重叠 会碰到虎西珠 那他问 斜线区域的面积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先 思考一下就是 要怎么推 斜线面积 所以我想要呢 去看 去算一下 这个 公形的面积 能不能算出这个 公形的面积之后 那我们 因为对折下来 所以上面公形的面积 是就会等于 下面公形的面积 那我们就可以 把整个上行 半圆的面积 然后扣掉 公形的面积 就会是 我的 答案了 好那我们把图画下来 然后推一下 那这里的话 我们知道说 推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跟上面 会是一样大 所以这是 圆形欧 那题目说 这个会是半径 所以我们先把半径 画上来 所以这里 欧西 这个画会是半径 所以这是二 好那我们把 原本呢 这边的话 也是半径 所以他说 把 这个图 对折 对折的话 是就半径 就会平分了 所以这里会是一 那因为这会是垂直 所以B式定理 我是可以得到 那这里我们给他一个代号 就是M 那CM的话 就会是 很好三 那得到这样的好处呢 是我就可以知道 角度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那这个角 是应该就会是 60度 也就会是三分之拍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 要来算一下 那宫型面积的话 会是多少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抓出来 好那所以第一个 先算宫型面积 好那宫型面积的话呢 指的就是 我们图形中 预设的这个部分 叫宫型面积 那来分析一下 所以我想要这样来算 就是我们把这个 图形面积 图 欧西珠 上行欧西珠 拉出来 那我从刚刚可以知道说 因为这里是 60度 所以整个欧西珠 是应该就会是 120度 也就是三分之二拍 然后它的半径12 可是我只要上面的 公型面积 所以我是不要 下面的三角形欧西珠 所以我们再把它扣掉 那欧西珠的话 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 可以对照右边的图形 所以这个会是 如果这是底的话 这应该会是二根号三 然后这个会是高 这是平分之后 那高会是一 所以等一下可以用 底层高除以二 那或者你可以用 增加横数的 二分之一 A B Sine C 那方式都可以算 好 那我们把它带一次 所以前面 的上行 欧西珠 所以带进来的话是 二分之一 R平方 系塔 那后面的话我们先用 底层高除以二 所以二根号三为底 那高是一 所以可以得到 公型面积 会是三分之三分之四 拍 减根号三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 斜线面积了 好 那斜线面积的话 是应该就会是 半圆面积 剪掉 两块的 公型面积 好 那半圆 半圆就是 圆的话是 πR平方 半径是二 那因为是半圆 那因为是半圆 所以除以二 那这里我们知道说 因为公型面积 是三分之四 拍 减根号三 好 那同类相合并之后 可以得到答案 答案就会是 二根号三 减三分之二 拍 请同学参阅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第七题 那第七题的话 也就会是 类尸体哦 他说这是一个 正方形 ABC珠 那如果他的 边长都是 一公分 那我们以 A点为圆心 然后画 弧 这一样是弧 虎AC 跟虎B珠 那虎AC 跟虎B珠 交于O 然后他问 那这个AOB的周长 跟面积是多少 好 那这边我们一样 看一下辅助线 就是我们会去 连接 连接 AO 那连接AO之后呢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呢 这会变成是一个 扇形 AOB 那所以他一样是 半径 因为这里是 以A为圆形的时候 AB为半径 所以半径是1 这是正半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O也是1 同理 那你连接 BO的时候 那换边哦 就是B为圆形 那这里 AB为半径 一样花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BO也会是1 好 那我们需要利用扇形 来推一下 这个 呃 题目要的周长 跟面积 所以这里呢 你可以先看到 那这是一个 正三角形 所以他的角度 就都会是 60度 所以就是 三分之拍 好 那我们来先 推一下周长 所以第一题 他问周长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要推 虎OB 的话 那周长是 就是R系塔 我们的虎长 所以带路哦 所以就是半径 乘以 角度 三分之拍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的 OB虎长 是三分之拍 同理 因为这里也是 三分之拍 那 OA虎长 也是 三分之拍 所以第一小题 他问 AOB AOB 区域 的周长 那周长的话 是应该就是 虎OA 加虎OB 加AB 所以就是 三分之拍 加三分之拍 加三分之拍 所以就1加三分之拍 公分 里面有单位 我们就写一下单位 好 那同理 我们来看一下 面积 那我们要算这块面积呢 因为我没有办法 直接去算的话 我们想要回到 这好像国小国重的 类似的算法 就是 我想要算这一块 AOB 的面积 那我们目前 只学过扇形 所以我想要把它 变成是 扇形AOB 那它的半径是1 角度是 三分之拍 跟扇形 BOA 那一样 它的半径也是1 角度也是 三分之拍 那可是我们 这样去算的时候 就会重复 算了中间的三角形 所以要再去扣掉 中间的三角形 OAB 然后这是一个 正三角形 好 然后就可以带公式 那因为扇形的公式的话 是 二分之一 R平方细塔 所以半径是1 然后角度是 三分之拍 那第二个的话 也是 二分之一 R平方 细塔 那正三角 正方形的面积是 四分之更好三 A平方 边场是 1的时候 所以它是 四分之更好三 A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合并之后 那你的答案会是 三分之拍 减四分之更好三 平方公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第八题 第八题呢 它说 时钟的时针 长度为五公分 那从三点走到三点二十的话 时针走过的湖长 为多少 好 那我们要知道 就是 十针 三点走到三点二十的话 二十分钟 那十针走的多少吗 那所以我们来 分析一下 好 那是这样 所以这是三点 然后这是四点 所以三点二十的话 大概会是这样 十针 然后分针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时钟的话 是因为 这里的话 三到四之间 会有五格 好 那所以 分针走 分针 因为 一小时是 六十分 那分针走了六十格 那十针 走了十二格 十针会只有走 五格 所以我们可以推到说 十针 一格 会等于分针 是 十二分 所以你要去 先换算说 那 二十分 它走了几个 所以 二十分 那我们 这样来看好了 所以二十分 走了 几格 所以是 就乘以 十二 就是除以十二 所以算算它 走几格 所以它就走了 三分之五格 好 那一格的话 那一格的话会是几度 所以一小时走了 六十分 那也就是六十格 那一小时就是一圈 对不对 所以一圈 一圈 一圈 是三百六十度 那我们这里的话要知道弧度 所以我们就用二盘弧度 所以我从这个关系的话 我是可以知道说 那一格 因为一格 会是一圈二拍弧度 然后除以六十格 所以一格是三十分之拍弧度 所以我的十针 走了三分之五格 那因为一格是三十分之五格 三十分之拍弧度 所以经过月份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角度 就会是 十八分之八 十八分之拍弧度 好 那题目要问的是 那所过的弧长 弧长是多少 所以弧长 弧长的公式的话是 R系塔 所以现在题目说 它的十针长是五 所以R系塔长度是五 那我走了 系塔 是十八分之拍弧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弧长是十八分之五拍弧分 好 那这是高二B版喜座一支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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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